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寬敞的飯堂 會聚世界各地的美食 參加杭州亞運會賽事精英練習生計劃 一班香港同學來到亞運會媒體中心 一起探秘這裡的美食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在國際媒體的傳媒中心 有些甚麼食物 首先有一些歐綠風味的葉盆 有很多香腸、肉丸等等的葉盆 另外去到某一邊 會有一些比較中式的 有些麵包和酸辣湯 港式酸辣湯 它在這邊 然後去到前面 就是我們非常吸引的KFC 看看這幾個月 你看看這幾個月 你看看這幾個月 你會看到這裡有非常多雞翼 有我們平時經常常常常使用的炒烤雞 那邊有雞粉 那邊有我們的Pizza 最後一塊都被人夾了 你拿了什麼東西吃? 我拿一些... 這個是... 我又抄一下你們的分子 然後還有腸 除了中西會睡的飯堂 同學們的住宿環境又是怎樣的呢? 一起去看看 首先這裡就是大門口 然後來到這邊就是一個廚房 但是這裡是不可以煮東西吃的 然後還有很多汁的水 這裡也還有很多汁的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相當大的客廳 然後這裡有電視機 然後來到這邊就有一個A房 然後外面是有一個露台的... 然後... 住的景都幾美 然後這個放大比較大小小的... 然後就是... 我們一個... 小小的浴室 還有小的腳 今次的賽事精英練習新計劃 在香港精英會與香港的媒體合作 8位被選中的香港青年 在兩個幾星期之中 以實習新的身份來到亞運會現場 從事賽事剪接、採訪等工作 在學習之餘 還可以體現媒體中心的衣食住行 機會好難得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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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